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我們這條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講一講 差開一點,不是特別圍繞著移民這個題目 而是圍繞著我最喜歡的其中一樣娛樂就是電影 想講一講的就是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電 你好,很多朋友已經在早前看了電視直播 因為我們人在英國看不到這個直播 唯有只是上網,看Youtube裏面有部份的片段 以及最重要是上社交網站爬文 上年我覺得是繼疫情完結之後的上年是第一個 首個回復正常的電影金像獎頒獎禮 今年可以叫第二個 對於影迷來說,最重要當然是出來的得獎名單 究竟是否所謂的實至名歸,或者是否你自己的心水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我上網爬文看別人社交網站,只看我都可以看到畫面 就是很多朋友覺得今年當然是很不滿意的賽果 可以說是曾經大熱的正義回落 很多人都說很好看 無論它是口碑或者票房都是很出色的 誰知道很多人都戴了眼鏡 竟然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大贏家 那大贏家是誰呢?就是神探大戰 就是由韋家輝韋爺做導演監製的製作 當然是劉青雲做主演 這一部我就有看的 因為我記得當年,即是上年的時候 不是很久,講到好像很久 我來英國之前,戲院看過的港產片 就是包括有神探大戰 然後最近期的就是俠加勒 看完俠加勒之後,沒多久我就離開 俠加勒我自己都很喜歡看的 我覺得挺好笑的,可惜 當然在金像獎、攀獎禮就沒有什麼收穫 神探大戰就不同說法了 他是大人家,古之然很多大獎都囊括了 最重要的就是他拿這個編劇很好笑 我看到有人寫說 你拿編劇獎,但你在台上聽到裏面的製作人 不時說他們是飛子仔 飛子仔這件事,我想大家都聽過的情況 我以前,因為我也是有做媒體製作 電視劇的製作 我知道飛子仔在香港是很盛行的 很流行的 是一個風氣 外國就不同說法 外國就覺得所有東西都要一板一眼 清清楚楚的 最好所有東西都齊了 即是那些大明星,你不齊 其實給他看,他都不拍的 但是香港不同的,他們很流行這一套 無論是因為時間上的資源不夠 很可能 又或者是創作人那種嘔心力血 要拿到最盡 覺得去到最後一瞬間 所想出來的東西才是最有創意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的 有時候是演員本身 有些演員也是很創意的 大爺的 他們都會覺得 你們寫一些東西 即是編劇仔寫一些東西 都是不行的了 不合格的 所以他們去到片場 都會自己度過 把線路改頭換面 即是你之前編劇寫的幾多東西都好 都是一個籠 很多時候都被一些大明星大演員改了 無論是甚麼原因都好 韋爺的作品一定是偏向 很好這個職場飛子仔 所以他們不斷強調的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臨時度出來 飛子仔飛出來的 這樣的情況下 都拿到編劇獎 那些人就說 真是匪夷所思 編劇大獎 竟然不是給一些閉門造居 用很多心血 拿很多資料搜集 再加上人生的歷練所編寫出來 其實不是 是現場最後一瞬間度度出來的 你說劉青雲 最佳男主角 其實劉青雲演技是非常之好 但是它的好程度已經停留了某個層次 神探大戰裏做到精神分裂那種狀態 和神經質的狀態 但這個狀態我們已經見過 在以前的作品看過無數次 就是最經典的大時代 已經是一個初型 最上一部 很多年前的神探 我自己很喜歡 亦是說那個類似的人物結構性格 所以其實生意欠奉 只不過你覺得它做得很好看 很多人說 攀獎那位吳鎮宇 才是應該要獲得最佳男主角 但很可惜的是 這麼多年他都是無緣的 今年終於有機會有幸碰到獎座 都不是的 是攀獎,不是他獲得的 我也覺得是 吳鎮宇真是很好看的 又是說一句經典說話 就是說金像獎欠他一個獎 這句說話在今年聽不少 文字上我也看不少 例如蝦頭,大家覺得都是欠他一個獎 今年應該是蝦頭獲得的 最佳女配角 誰知大意倒座 我想他自己職場都是很詫異 想不到的 而另一個詫異的反應就是 拿了這個獎的黃遠之 他自己的反應又真是匪夷所思 他覺得,為何會是我喜快喜工心目獲得呢 大家都想不到 好,這是其中一個大家熱烈在網上討論的話題 即是叫鄧下蝦頭不直 有些人亦分析說蝦頭這場戲 做得即而止是一個好看 但其實黃遠之都難做 雖然是喜劇 我覺得兩位都好看 因為黃遠之以前 我不要說是喜劇工心 因為我沒有看 但他以前做的作品都很好笑 我覺得他本身是天生喜劇感很強的 他自己獨有的一種演繹節奏 最初就是聽他唱歌 就想不到他演戲是這麼好看 所以我喜歡看黃遠之演戲 是很好笑 但這套我就不知道做得怎樣 但蝦頭一向都是演技派 他學院出生之後 他做過很多舞台劇 我也有幸欣賞 早期他做喜劇居多 搞笑 但原來他認真演戲 都可以做得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確 很多人熱烈討論的 這個最佳女配角 究竟是不是真的蝦頭 其實都很不幸拿不到 那沒辦法了 今年都可能真的欠他一個獎 希望下年 希望來年他繼續努力去做 總會給他 另外這句說話 繼續應驗在其他作品當中 因為很多人經常說 就是因為欠他一個獎 今年牌都牌到你了 大家不知道覺不覺 這個概念 其實沒有程度上是討厭的 因為等於如果我們套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一間公司 有時一間公司裡面 就是很努力工作的工作人員 但是奈何每一年 你知道會加薪 甚至乎有些所謂最佳的員工獎給你 都不落到這個人的手中 就去了別人 那些人為何拿到呢 就是那句 今句來的就是 識人好過識字 那些人可能就是識人 攀拳重 又跟老闆好朋友 經常會社交 所以很多時候年底加薪 又有這些人加多些 拿獎進去拿 有些反而是 即是我們是安守本分 默默耕耘的工作人員 沒有的 結果做了很多年之後 可能五年、十年之後 十幾年之後 終於都會給你了 就是說 真的欠你了 公司都是欠你一個獎 可能今年排隊都排到你了 是吧 所以你排到你拿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值呢 即使你拿到 這是榮譽 這是殊榮 但是 都是原來是排的 所以我想今年的電影金像盡 都是有這個味道出來 所以很多觀眾 很多影迷看完之後 都覺得 不是很同意 出來的所有結果 但是女主角 我想很多人都贊同 就是鄭秀文 鄭秀文就是這句說話 真的欠你一個獎 所以今年都輪到你 但是話就說輪到她 其實今年她這個作品 我沒有看 但是我聽很多反應來講 都是很出色的 今年她做了一個 很新的SAMMY演出 不是以往我們見到的那個 尤其是她經常跟劉華拍檔 那些流水落花 她就憑這部電影 拿了最佳女主角 終於做到的影后 那晚我看了一些照片 都頗漂亮 她真的裝盤得很漂亮 大家都好像感覺到她那晚 將會得到這個獎 結果氣場的關係 氣場使然 再加上她的努力 當然又碰到一個好導演 一個挺新進的導演 特地刻意想找她去做這個角色 結果她發揮得很好 這個很多朋友看完都說 是實至名歸的 由她憑這部電影 拿到最佳女主角 最後我要說的 當然大家不聽不行 去到金像獎 一定是預了要聽這部份 就是大家都很質疑 甚至乎憤怒的 就是這部最佳電影 最佳電影的得獎者 就是這部級十九歲的我 拿到這個大獎 大獎其實很早 已經聽到很多行內的業界人士 都已經說 很大機會是她拿的 結果真的呼之欲出 理由是什麼呢 很多人就說 他們知道行內人 有多少人看過這部電影 現在下了的話 亦都相信 有人嘲笑地說 將會是史上唯一一部 最佳電影 大家沒有看過 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你想看 很多人看完 通常看完賽果 都說這部電影很沒看過 不如就立即炒回來看 想炒也炒不到的 這部電影 最重要的是上台致詞 當然張大道沒有來到演場 但其實她本身已經準備了一些感謝詞 好像一早已經通風報信 她一定會獲得這個獎 還是她的心靈感應 而她的拍檔 又上台說 說了一番說話 我想是天路人怨 不要理會這麼多 拍了才算 剪了才算 以及上了才算 那些人一說完之後 就很生氣 當然也是這次他們的做法 拍完 這個感情搞得這麼暖龍 坦白說 吸十九歲的我 當然沒有看過 你問我想不想看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當然很想看 但是當你回想背後 原來她用這種手段去拍 你就知道 其實沒得看 都沒辦法 是很可惜的了 即是一部可能很出色的作品 但是出色的作品 是源自於這部紀錄片 是真是一個真情流露 當事人究竟清楚 他現在所有的真正情感爆發 所有的投放 將會成為一部電影 是播放共駐於世 給所有人看的 得獎的朋友 你是不是都可以低調些 明知道這次獲氣這麼重的時候 為何你還要好像很不值 嘲笑她這樣說 你會不會想跟裏面參加的妹妹說 我們獲得獎了 你開心沒有 可能我們只能夠 當這個攀獎是一個娛樂 節目去看就算了 對吧 大家可能心目中 都有自己喜愛的 最佳男主角 或者最佳電影 最佳女主角 這樣 不要緊的 我們還要默默去支持 我們喜愛的 一些出色的演員 和出色的創作團隊 出色的製作 這樣就可以了 對吧 今天對於第四十一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項頒獎禮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 你喜歡的話 請按LIKE支持 亦都歡迎你留言 討論一下 會不會是你貼的作品 有個良性交流 最重要的 未訂閱的頻道 希望你會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按鈴鐺 日後都是那句 我會盡力看看 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在英國生活的點滴 下次再經過 拜拜